第五集 文帝刘恒 汉文帝档案 生族年 公元前202至公元前157年 父母 父亲是高帝刘邦 母亲是伯太后 后妃 窦皇后 慎夫人 隐姬等 年号 吴 在位时间 公元前180至公元前157年 世号 孝文皇帝 妙号 太宗 领寝 长安霸凌 性格 人孝宽厚 谦逊克己 汉文帝名叫刘恒 是汉高帝刘邦的第四子 西汉王朝的第三位皇帝 他开创了我国封建王朝的第一个太平盛世 文景之志 并以此标秉史册 同时 他也是一位备受史学家赞誉的皇帝 他历经图治的行为 宽人节俭的美德 爱民众农的思想 无不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说起这位赫赫有名的皇帝 最让人感叹的不是他教人的政绩 而是他离奇的命运 从他出生到继位 可以说是一连串的偶然和意外 充满了传奇色彩 文帝的母亲是伯太后 年轻时被称为伯基 具体名字已经无从知晓 伯基的父亲是苏州人士 年轻时浪迹到地处山西的魏地 与原魏国宗室之女魏敖相好 魏婚而生下了他 也就是说 伯基乃是一个私生女 地位卑贱 更可悲的是 在他的一个弟弟出生后不久 父亲便死在了魏国山音 苦命的魏敖独自拉扯着一双儿女 苦敖岁月 当时陈胜吴广起兵反抗暴秦 天下分崩离析 在这乱世之中 战国诸侯遗族和四方英雄豪杰 纷纷聚兵自立 图谋割据称雄 乃至取代秦朝而亡天下 魏国宗室魏豹就是其中的一员 他占据魏国故地 自立为王 这时 伯基已经出落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女 魏敖心怀故国 便将自己的女儿送进了魏豹的王宫 伯基成了魏豹的妃子 这个时候 楚汉战争震撼 项羽和刘邦正倾尽全力争夺天下 魏豹本已归附刘邦 却突然叛汉 刘邦勃然大怒 发兵灭掉魏豹 伯基 连同魏豹的其他嫔妃 都被送到刘邦的汉王宫中 做下贱的织布宫女 刘邦天性好色 有一天 忽然想起从魏豹那里俘获的宫人 便来到了知事 挑选了几个美貌的女子 纳入了自己的后宫 这里便有伯基 这伯基本来以为时来运转了 可是没想到再现深渊 进宫一年多 刘邦都没有照性过他 奇迹总是不可思议的发生 原先在魏豹宫中 伯基和管夫人赵子儿关系非常亲密 他们三人相约 谁先得了富贵 就不要忘记其他二人 后来 管夫人和赵子儿得到了刘邦的宠幸 颇为得意 有一次 他们无意间谈起了以前与伯基的誓言 取笑伯基命薄 没想到被刘邦听到了 刘邦心中鄙视二人 对伯基动了侧眼之心 当天晚上就招兴了他 在见到刘邦后 伯基告诉他说 昨天晚上做了个怪梦 梦见有一条苍龙盘踞在我的肚子上 刘邦听了很高兴 对伯基说 这是你将要富贵的征兆 让我来成全你 说来奇怪 仅仅一次同诉 伯基就怀了身孕 就这样 伟大的汉文帝刘恒意外地来到了人间 但是 刘邦并没有因此而喜欢伯基 此后 他几乎再也没有召见伯基 连儿子也很少看一眼 就这样 在悠悠的身宫中 伯基母子二人 过着孤寂暗淡的生活 因为极其不受刘邦的宠爱 再加上为刘邦生子被宫中受宠的嫔妃嫉妒 刘恒和母亲都养成了谨小慎威 忍让低调的性格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低调 博得朝廷大臣的同情 刘恒七岁那年 在众臣的劝说下 刘邦封他为代王 可是 母子的处境并未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世事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 在刘恒八岁那年 高祖刘邦驾崩 汉宫风云突变 太后吕智掌握了大权 这位备受刘邦冷落的狠毒女人 对刘邦生前宠爱的嫔妃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和无情的打击 最受刘邦宠爱的妻夫人 被吕后砍掉四肢 投进猪圈折磨而死 他的儿子赵王如意也被吕后毒杀 但是 吕后独独对伯姬青睐有加 也许是因为伯姬为人小心解身 也许是因为伯姬和他一样 曾备受刘邦冷落 二人同病相连 不管怎样 吕后没有难为伯姬母子 并特别恩准 允许伯姬到儿子封地母子团圆 并给予他代王太后的称号 母子二人得以离开波绝云鬼的政治中心 长安城 过上了平安富贵的日子 公元前180年 熊霸狠辣的吕后病死了 他的娘家人吕氏一族图谋发动正面取代刘氏 而刘氏宗氏和以周伯陈平为首的功臣集团结成联盟 杀进吕氏一族 诸灭诸吕以后 宗氏大臣商议由谁来继承皇位 当时刘邦的儿子已经被吕后害死了四个 只剩下刘衡和刘长 出于对外旗势力的恐惧和自身利益的考量 刘姓宗亲和功臣们在反复掂量之后 决定拥立 谨慎谦和 母家没有势力的代王刘恒为皇帝 就这样 皇冠落在了幸运的刘恒头上 身在偏远苦寒之地的刘恒 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运气竟然这么好 当他见到赢家的使者后 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第二反应是怀疑有人想害他 也难怪母子二人一直被忽视 何曾有好事找过他们 他把所有的蜀臣招来反复上议 都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于是便决定用占卜来决定兄弟 补得大恒之兆 于是代王不久就即位天王 虽然如此一贯谨慎的刘恒还是不放心 先派舅舅伯赵去长安见太尉周伯 博赵了解到朝中的实情 以及宗亲大臣拥立代王的缘由 回报代王 刘恒这才决定赴长安即位 临到长安城 刘恒又派宋昌先进城去了解情况 宋昌回来禀报说 丞相以下的大臣们都站在卫桥赢驾 刘恒这才确信 驱车来到卫桥接见众臣 并下车打礼 从城外到城里 代王刘恒对众臣反复试探 最终在陈平周伯等人的拥戴下 登上了地位 文帝从偏远之地来到京城 又无雄厚的政治基础 所以他即位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巩固政权 虽然文帝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 但并不缺少政治智慧 他深知军权对政权的意义 在他进入魏央宫的当天 就命令宋昌为魏将军 统领南北两军 命张武为郎中将 负责宫中的保卫工作 随后他连夜派冠英与东木侯 刘兴居清除宫殿 分别诛杀少帝刘洪 以及吕氏所封的梁王 淮阳王与常山王 清除诸吕的残余势力紧接着 他连夜颁布诏令 宣布大赦天下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 文帝深知 要巩固政权 必须倚众寻臣速将 忧宠刘氏宗亲为此 他在参拜了高祖帝庙后 任命周伯为右丞相 陈平为左丞相 升冠英为太位 并对铲除诸吕 拥戴有功的其他将军和大臣们 加官尽绝 赏赐黄金 为了安抚宗室 他为被吕后贬斥的 刘姓诸王恢复封号 将他们原先的封地 重新赏还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说 汉兴之孝文似是有余载 得之圣也 林林相改正服封善矣 千让未成于今 乌乎岂不人哉 就这样 通过清除吕氏势力 重用功臣 封力宗室 汉文帝刘恒 成功搭建起自己的领导团队 开始执政治国 当然 他的执政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因为重用功臣 必然会有功臣其主 优待宗室 必然会有诸王骄横 在功臣之中 将侯周伯 因为拥戴有功 每次上朝 总是显出很傲慢的样子 不把文帝放在眼里 于是文帝便以严肃的神色 对待他 迫使他敬畏 后来 借故 免除了他的相职 几番折腾 最终降服了周伯 在诸侯王中 纪北王 刘兴居 和淮南王 刘长 举兵叛乱 文帝 果断派兵镇压 刘兴居 和刘长 先后自杀 通过诸都努力 文帝 最终巩固了自己的势力 彻底控制了朝政 西汉王朝建立后 一直推行修养生息政策 着力发展农业生产 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汉文帝信奉黄老之学 主张无为而至 他重视农业 接受甲仪 朝措等人的建议 实施一系列安民物本 清摇伯父的政策 谋求经济的发展 为了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吸引农民努力耕作 文帝减轻田租税率 将田租由15分之一 减为30分之一 还有13年全部免收 此外 还把每人每年120钱的算负 降为每年40钱 汉文帝尽可能的取消 国家的星座活动 轻易不蒸发民众 使成年男子每三年只为国家服役一次 文帝即位之初 列侯大多不在封地而居于长安 以致长安粮食和商品的转书 负担十分沉重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他下令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 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文帝12年 刘恒采纳朝措的建议 采取公开标价的方式 出卖国家爵位 筹措边防军粮 所得粮食 足够边均五年之需 边境和郡县的粮仓得到了充实 农民的负担便因此减轻 为了发展生产 文帝下令 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 准许私人开采矿产 利用和开发鱼盐资源 从而促进了盐铁生产的发展 结果富商大股周流天下 交易之物莫不通 汉代设关卡以控制人口流动 行旅往来出入关爱时 要持有通关凭证方可放行 文帝取消了这种制度 方便商旅出入关口 也方便了商品流通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无为而至的要义 是减少皇宫和政府活动的开支 尽量不扰民 为此文帝大力提倡并功行节俭 他在位23年 公室、园林、服室、车价等都没有增添 有一次他打算建造一座露台 招来工匠一算 造价要上百金黄金 相当于十家中等平民的家产 便放弃了 他还屡次下诏 禁止郡国向皇宫进宪 齐珍异宝 他本人平时的穿戴 都是用粗糙的黑丝绸做成的衣服 就连他宠爱的慎夫人 也不准穿脱地长裙 不准使用绣彩色花纹的围杖 文帝为自己御修的陵墓 不准用金银铜锡等金属做装饰 只使用瓦器 也不修高大的坟堆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 文帝是一生都注重简朴 为世人称道的皇帝 汉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 尽力维持相安友好的关系 即便是对待汉王朝的死敌匈奴也是如此 他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 执行和亲政策 虽然匈奴人多次被约入侵截掠 而文帝也只命令边赛戒备防守不开战断 对于汉朝分庭抗礼的南越王国 文帝即位后 立即采取安抚政策 感化赵驼 最终赵驼取消帝号 汉月修好 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 就是避免给百姓带来烦扰和劳苦 上述方针和措施的实行 使流民归田 粮食丰收 户口繁兮 百业兴旺 商旅往来不绝 社会经济繁荣发展 无为而至的另一个要义 是做事寻守惩罚 也就是说 他既不是毫无作为 也不是随意放任 而是行政做事 都不超越他既定的法律规定 而我们知道 汉承秦治 法度森严 虽然高祖和吕后有所更张 但到文帝的时候 依然是法言行俊 比如当时还保留着很多的肉刑 如用刀划面额 然后涂抹的情形 割鼻子的异形 砍脚的跃形 破坏生殖器的弓形 等残忍刑罚 此外还保留着一人犯罪 连累全家族受罚的连做法 文帝性情宽厚 认为这些刑罚太残忍 应该废除 他继位不久 文帝就提出废除连做法 大臣陈平和周伯开始不同意 但文帝一再坚持 最后他们才妥协 起草了相关诏书 将连做法废除 文帝十三年 其太昌令纯于公犯罪 依法应当受刑 而且是肉刑 纯于公的幼女提营非常悲痛 就随着父亲来到了长安 向文帝上书说 臣妾愿意入官府为奴婢 来抵殊负罪 文帝深受感动 下令赦免了纯于公的肉刑 随后 他又下诏废除肉刑 改为除以痴刑和鞭刑 后来又下令减少施刑次数 最终减轻了刑罚 秦汉时期 皇帝不能随便议论 更不能有所怨恨 否则就是犯了诽谤妖言罪 当时的老百姓 不高兴时常常诅咒天地 这就间接触犯了天子 犯了需要严惩的民族上罪 文帝认为 这些罪名不仅惩罚面太宽 而且使大臣们不敢说真话 对国家政事很不利 就下令废除了 文帝一方面废除科法 另一方面也要求严守法度 并在守法方面以身作则一次 文帝出行路过魏桥 有人从桥下走出 经了皇帝的车架 庭尉张士之判罚那个人四两斤 文帝很生气 要求处死 张士之力争说 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 如果我们轻易地改变法律 就会使人对法律失去信任 不知怎样做才对 文帝最终同意了他的判罚 还有一次 文帝让张士之重重处罚 偷窃高祖庙玉环的人 张士之按照法律规定判处砍头 并陈师示众 文帝想让他处以诛杀全族之行 张士之抗辩说 国法没有规定到哪个庙的东西纵处 到哪个庙的东西清处 如果现在判此人族行 那将来万一有一小民 倒挖高祖陵墓上的坟土 陛下又要用什么国法来治罪呢 文帝觉得张士之说的有理 认可了他的判罚 文帝仁德 施政常常汇集 其臣下与百姓与民同乐 在策立皇后的时候 他下令赐给天下无妻无夫 无父无子的穷困人 以及年过八十的老人 不满九岁的孤儿 每人若干布、薄、米、肉 让天下这些贫苦之人可以享有一些快乐 在对待臣子上 文帝也十分宽容 大臣张武等人接受贿赂 事情被发觉 文帝没有把他们交给执法官吏处理 而是从皇宫的仓库中 取出金钱赐给他们 采用这种办法使他们羞愧悔悟 文帝是古代以德治国的典范 他一心致力于用德感化臣民 因此天下富足、礼益兴盛 公元前157年下 文帝去世 中年46岁 死后安葬在霸凌 其人虽是 但他开创的社会安定 经济繁荣的政治局面 却拥在史册